前面说我们用重组技术 把DNA做重组 会把你的目标筋 重组到质体上 而形成载体 而这个DNA载体 叫做Vector 功能就是 它是个DNA载具 把你的目标DNA 送到你的目标细胞里面 那当你这个目标DNA 送进去之后 就会随着技组的细胞分裂 而跟着做复制 所以它会变多 然后开始转入转移 就可以生产一样的蛋白质 那目前我们常用的载体 有两种 我们刚介绍的是 细菌的质体 就是细菌体内 本来就有质体 我们就利用这个 自然界存在的质体来应用 但另外一个呢 我们今天比较没有提到 可能高山再讲多一点 就是病毒 病毒也有DNA 那为什么用病毒 假设这是一支病毒 病毒呢 平常在自然界 它会感染你的细胞 感染方式是 它把它的DNA 打到技术里面 来感染你 病毒本来就会 把它的DNA 打到技术细胞里 好方便哦 我今天就来暗渡成仓 我把它的基因拿出来 然后把有害的基因 拿掉 然后插入目标基因 就是插入人类领导书或是别的 然后再把这个DNA 送回病毒体内 然后拿病毒去感染我的细胞 感染过程中 把它的DNA打进来 但这些打进 技术细胞内的DNA 不会制造新的病毒 也不会繁衍 简单来说 我利用病毒会感染细胞的特性 请他帮我把货物送进去 你看病毒就傻傻的就帮你做了 然后病毒也很冤啊 我感染了 怎么都没有 只带病毒出来呢 我的小孩都不见了 没有小孩 因为有害的基因都被我们拿掉了 我们只植入我们药的基因 我们对病毒的了解已经很清楚了 病毒上面的每一个基因的功能都知道 哪个基因是负责进入 哪个基因是做DNA复制 都非常清楚 清楚到什么程度 你们知道有人甚至这么做 我根本不要拿病毒 我人工生产出一个病毒 里面所有的序列是人做出来的 因为我都知道序列 我还可以改 我们生物技术已经进入到这种程度了 换句话说 甚至有人想 我可不可以人工制造一段DNA 放入了一个人造的魔状构造里面 就形成一个人造细胞 目前这个技术已经有成效了 所以生物技术一日千里 当我们对它的序列功能清楚的时候 人类就想干预 甚至主导了 这是载体的介绍 目前常用的载体有二 病毒细菌的子体跟病毒DNA 那细菌的子体通常是用来转植细菌 然后病毒的DNA通常是来感染 比如动物细胞或植物细胞等 好 这是Vector介绍 DNA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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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NA载体